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声 这期视频咱们讲甲虫 为什么先说甲虫呢 意思因为甲虫大都肥肥胖胖 外形比较可爱 不容易让人害怕 二十字玩意的外形极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木有三十多万种 占据了昆虫家族到三分之一 为什么这么多呢 因为昆虫有两对翅膀 这个翅膀里面没有血液和细胞 一旦坏掉,那就永久坏掉了 所以甲虫就把前面一堆翅膀 变成了坚固的翘翅 整个后翅被完全包裹住 不单保护了翅膀 自己的躯干也变得非常坚固 而且还会飞 所以甲虫所在的木称为翘翅木 这物种一多 基本就把海陆空天全占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 这群动物是一群吃素的胖子 实际上它们既有吃素的 也有吃肉的 甚至还有吃粑粑的 自己就能搞个食物链了 咱们这期就从吃肉的开始说 它们不少都是肉丝亚木 最著名的就是布甲了 布甲顾名思义 就是擅长跑步的甲种 布通布径云的布 说明它们战斗力很强 是凶猛的肉丝者 我手里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叫啥 人家叫它宽重纯布甲 一个布甲颗就有四万多种 这个外形又没啥特点 再也不讨论这个了 布甲非常喜欢吃蜗牛 蚯蚓这些身体柔软的动物 它们的胸部和大钢变成细长 可以伸进蜗牛壳里 最夸张的一类叫做小T型布甲 翘翅变得非常宽大 居然成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布甲 黑了吧唧的也有颜色绚丽 散发着激素光泽的 比如八部甲 实际上咯咯咯咯咯的 就像个炫彩手雷 还有拉部甲 硕部甲 看造型就知道 是精英版本 是少见的大型布甲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大家可能觉得 欺负蜗牛蚯蚓这些柔软的动物 不算什么本事 一点点的磨血 人都能干死鲸鱼 这个咱们就要看看青部甲了 这玩意吃什么 虽然有暗示 但你肯定猜不到 这玩意能捕杀青蛙 划铲杀老虎算什么 这得相当于杀个犀牛了 布甲身上既没有 旁边蚌蚓的大钳子 也没有毒素 所以呢 捕杀方法非常粗暴 就是抱着一个劲的啃 将青蛙淋瓷除死 甚至它们的幼虫 也非常厉害 这可不是白白那样的 奇草型幼虫 而是森皮铁甲造型坑幻 用风力搭额的布甲型幼虫 当然想要干点青蛙 肯定得画点计谋 它像伪装成食物 吸引青蛙捕食 青蛙一看 截肢云孽 就敢揪人现眼 我的蟹喷大吼 立刻灭了你 而青步甲幼虫的攻击方式 也非常奇特 第一种 直接攻击下巴割喉 第二种呢 就点民间自怪小说的特点了 当青蛙把幼虫吞到嘴里后啊 幼虫会咬住青蛙的舌头 将青蛙活活吸干 幼虫比成虫还要凶 即使吃饱了 也控制不住 内心杀路的欲望 一晚上啊 就拿下灵蛙的三十刹 直接操成 有适合越级杀的 就有适合清兵的 比如乙步甲 大家知道 蚂蚁的群攻战术很厉害 而乙步甲的盔甲不但结实 还非常光滑 蚂蚁想咬他的大腿 就被他撂角子一脚踢开 他吃蚂蚁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 蚂蚁体内 有种叫做乙酸的物质 可以喷出来防御敌人 而乙步甲吃了蚂蚁之后啊 就去把他们的乙酸 据为己有 存到腹部末端 其他动物想吃它 就撅起屁股 刺敌人一脸 所以不少动物啊 都不敢吃它 甚至有一种吸引 就狐甲虎威 模仿这种乙步甲走路 我们几堆家族的脸 都被你们丢光了 还有一类著名的物质 叫做狐甲 以前是单独一科 现在被认为是特殊的物质 狐 猫和动物比较敏捷 所以呢 那狐甲是偏刺客物种 它们速度很快 能达到9公里每小时 大家可能觉得 9公里也就是我散步的水平 但是我们要考虑体型问题 这只是我在广州发现的 应该是横帮狐甲 这玩意儿 我当初以为 它是一个蜜蜂或者死亚营 只有蜜蜂那么长 但因为身体的原因 比蜜蜂细的多 而且啊 这玩意儿还会飞 虽然飞不高飞不远 但是身体很轻盈 起飞快 也没有声音 它有个好玩的特点呢 就是喜欢生活在马路上 然后人一走 它就会往前飞停下来 人再走 它就会又往前飞 所以外号 拉路虎 引路虎 它的长度也只有1厘米多 但是奔跑速度达到了2.5米每秒 相当于一个人 一秒钟穿出来300米 和客机一样快 是世界上相对移动速度 最快的陆地动物 因为它跑得太快了 快到美好的影像 都飞速的往自己脑子里灌 CPU性能太弱 根本处理不过来信息 假象也黑啊 看不见东西了 所以就停一停 让自己回过来神 至于狐甲和布甲 怎么区分呢 其实有个小诀窍 布甲的嘴是长在身体前方的 而狐甲的嘴呢 是长在身体下方的 布甲的头比胸部窄 狐甲的两个大眼珠子 就比胸部宽 而且嘴巴非常的锋利 像剪刀一样 呈胶错状 虽然大部分狐甲不大 但是最大的大王狐甲 却能长到6厘米长 大鳄越长呢 刺度的深度越大 伤害就更高 但是过长的鳄 又导致嘴巴缝隙太小 咬不住太大的东西 所以大王狐甲的大鳄 是不对称的 堪称歪嘴战神 因为性格秀猛 战斗力强 所以他们的署名为 曼提克尔 是波士神话里的死人怪物 翻译过来就是歇尾诗 老子英雄而好汉 狐甲的幼虫也非常凶猛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死宅 会挖一个垂直的洞穴 把自己藏起来 就脑袋顶住洞口 有猎物经过 就会被他的双耳 拉到洞里吸干 他的背部有两个凸体 可以正好卡入洞壁 所以即使路人力气比他大 拔河也拔不过他 布甲可不但有战士刺客 还有法师器布甲 又叫放屁虫 这个屁可不是普通的屁 他的腹部有两个囊 一个装过氧化氢 一个装对边而分 两者混合后 会在过氧化氢煤的作用下 产生爆炸一样的声响 和100度的高温 生成有毒物质 对本昆 还能连续喷射5到20次 自由调节喷射角度 来运光后的冷却时间 大约为5天左右 布甲可只是翘翅目里的陆军 肉食下末还有一个海军 比如驱逐舰瓷甲 因为外形像斗尺而得名 齿甲的身体呈流线性 在水面游数极快 而且具有集群性 因为速度很快 体型不大 所以看上去就像 钢带店的洗衣机里 撒了一把瓜子 在水面 要同时地方上方和下方 就像深海片的 透纹后杠鱼 就找到两只剪一眼 而齿甲居然也有四肢眼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昆虫的小眼 是由一群组成的 所以这一拖眼 怎么捏的都是一群眼 而他的四肢副眼 其实都是由外部阁 分割而成的 其实还是两只 如果你觉得 齿甲体型太小 顶多像个护卫剑 翘翅膜 还有核潜艇龙狮 龙狮的后腿毛发旺盛 能够像船舰一样 拨水前进 背部拥有两片 又大又硬又滑的翘翅 而他的腹部 又是柔软的 两者形成的空隙 相当于一个氧气罐 可以携带氧气 而且龙狮会在屁股后面 挤出一个气泡 水里的氧气 就会渗透进气泡里 一次吸气 最多能支持龙狮 在水下待36个小时 因为外壳非常光滑 为了防止 胶配的时候 两者分开 雄性龙狮的前腿 有一大一小 两个细盘 可以吸入磁性的背 磁性会把卵 缠到水生植物的净里 幼虫身体细长 两侧长了很多鳃 叫做水蜈蚣 其实 很多昆虫幼虫 都叫水蜈蚣 这个幼虫 比成虫还要凶 一周也能吃掉 50只磕头 和16尾鱼苗 它们会在陆地上 化泳变成成虫 然后它们就会飞走 而且 飞得还不错 海流空全能 请把牛逼 打在公屏上 但是 人类会吃掉它 用点油一砸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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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么多 才只是肉食亚木 而翘吃们的大头 再多食亚木 顾名思义 这类五种吃啥的都有 比如元晶 这玩意儿 成年期是吃素的 但是刚孵化的第一形态 是凶猛的三爪型幼虫 这些幼虫 会在底下寻找蝗虫卵 或者跑到高处 发出雌性蛾子的气味 学习以为找到老婆 就会接近元晶幼虫 元晶幼虫 就会爬到雄蜂的背部 等雄蜂真正交配的时候 就会传播到雌性身上 这种传播称之为性传播 开玩笑 雌性操卵后 它们就会和卵呆在一起 变成第二形态 肥瘦的奇超型幼虫 骗吃骗喝 咬你卵命 然后变得跟木乃一样 一动不动的 这个第三形态称之为尼勇 用这种形态过冬以后 再变成第四形态奇超型 然后又变成勇 最后变成成虫 这个元晶 别喊名字挺好听 另一个名字 你一听就知道不好惹 那就是斑毛 这里我冒昧的说一句 鲁迅先生文章里的斑毛 应该是他弄错了 那玩意应该是气不假 真正的斑毛 也就是元晶 它的毒素非常的强 关节能够分泌 带有刺激性的黄色液体 里面还有斑毛素 皮肤碰到红肿起泡 这玩意是在古希腊斯基 是被当作催情药使用的 据说浮下去 就能够持续勃起 原来这玩意会造成 严重的内出血 肾脏会想把毒排出来 尿道就会受到严重的灼烧感 才会受到刺激勃起 说白了 就是发炎了呗 各位可不要乱吃 只有几率会死人的 还有一类 虽然毒性不如半毛 但对人更加危险 这就是隐刺虫 它不像其他甲虫那么坚固 翅膀很短 这小面子一漏 食尚这一块 拿捏得死死地 在洞穴里活动非常方便 就是想要起飞装装逼 还要花好大功夫 把翅膀叠起来 有一类叫做毒隐刺虫 这涂装 橙配黑 叠防备 因为体型太小太软 所以有的人会当作蚂蚁拍一下 这一拍不要紧 今天毒素一碰到皮肤 却会感到严重的灼烧感 溃烂气泡 如果恰好在脸上 自己再忍不住挠瘾了 那就要毁容落疤了 隐刺虫属于隐刺虫总科 这个总科 真是齐发他妈给齐发开门 齐发到家了 像这个埋葬甲科 这玩意儿非常的负责 会夫妻而人合伙照顾幼虫 既然叫埋葬甲 那肯定和尸体有关 他能够通过发展的触角 找到尸体 顺便还能解决一下婚姻问题 你在毕业手上班 巧了我也在 这个尸体正好可以留给孩子吃 那怎么把尸体带回去呢 这就需要抬关 他们抬关呢很有意思 是躺在尸体底下 用腿蹬着尸体前进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们就会整理死者的发型 把死者的毛发拔光 用嘴巴和杠门分泌的防腐液 细致地涂抹死者全身 把尸体入土银横 然后把卵踩在尸体附近 给自己的小孩当做口粮嘛 小孩嘛 牙口不好 有时候父母也帮他嚼一嚼 隐刺虫总科 甚至还有一种寄生甲虫 赵瓦尔连眼睛都没有 靠此合理的皮肤分泌物和碎屑为收 要说最灵类 最变态 最闹心的 个人认为是原强压木的负变甲 赵瓦尔喜欢吃毛骨 它的成虫没有繁殖能力 一个昆虫没有繁殖能力 又没有社会性 这不就是个废物吗 它们刚孵化出来 是行动能力很强的 不假行幼虫 都是雌性 然后不假行幼虫 会切换到无足的 天牛行幼虫 天牛行幼虫 有三种变换方式 第一种变成废物 雌生虫 第二种会孤雌繁殖 胎生出很多雌性不假行幼虫 第三种转化为 踩雄幼虫 只踩下一颗卵 这颗卵会孵化成 像假行幼虫 这玩意儿是个啃老族 以自己的母亲为死 最后变成大废物雄层虫 总体看就会发现 一 这玩意儿的层虫 是没用的 二 这玩意儿的雄虫 更是从头到尾 一点用都没有 全靠雌幼虫繁殖 你说你搞这么麻烦 图个啥呢 如果说 这期视频 是怪异凶猛 跌覆常规人子的翘翅目 那么下一期视频 将来符合我们 常规影像的同时 会更进一步 讲一讲那些 拥有坚固的盔甲 和豪迈的力量 却只爱吃素的 重量级脚都是 有观众可能会好奇 这期为什么比较短 因为前任期虽然长 播放三连也不错 我也找到了许多 冷门有趣知识 但正如观众所说的 节奏有点快 我也感到很惋惜 有些蜘蛛和螃蟹 明明可以说得更详细 还有观众说 我的声音很疲惫 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 会发现不停地做 也做不完 就会想把视频缩短一点 其实呢 只要文案固定 画面长一点短一点 工作量都是一样的 早期的龙女动物学并不长 但观众一样很喜欢 我想和以前的区别就是 现在太依赖动物的特性 而不是我的语言吧 还没火 怎么就能变字呢 所以呢 这期就短了一点 不过真是练出来了 短一点都有4300字 点赞过十万 每多一万点赞 更新就在六天后的 基础上提前一天 节观点 不用怕我做不完 下期的框架和大部分资料 我已经想好了 我是龙女之声 我们下次再见